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月薪的支持 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频道叫你好八卦 将会以全新的视角为您报道更多更爆的娱乐新闻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并关注订阅我们 不老女神林志玲结婚了 新郎也果然不是颜抽搐 而是一个叫黑子良平的日本人 又一位女神远嫁他乡了 许多网友都认为黑子良平配不上林志玲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04年日本男星黑子良平作为HIPHOP团体 Redder Unite成员正式出道 后来又加入了XL的Second 成为了一个唱跳剧家又酷又吵的日本全民偶像 风靡全日本之后喜爱演艺事业的黑子良平还尝试了演戏 2008年他在电视剧女人40当中饰演女主聪子的弟弟 正式踏足了演艺圈 这部电视剧当时在日本可谓是年度爆款 女人40如今在豆瓣也有着8.0的高分 黑子良平也因为在剧中的优秀表现得到了剧迷们的肯定 在2019年黑子良平呢 在原子温导演的电影《让我告诉你》中饰演男主使劳 他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9届日本评论家电影大奖的最佳新人奖 从这部电影开始啊 黑子良平的演技呢得到了日本网友的认可 也让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注意到这个演艺居家的男演员 自此呢黑子良平出演了《迟来的雨》《麻辣教师》《GTO》 《名侦探柯南》《给公腾心意的挑战书》等多部优秀的电视剧 还出演了《热血街区》系列《完美假期》《这条路》等多部电影 黑子良平呢还曾在国内电影《金舞风云晨真》当中 饰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黑子良平还参演了美国高分悬疑电影《沉默》 通过黑子良平的这么多影视作品啊 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热爱表演 且拥有超高人气的实力派演员 更何况呢他身材高大鼻挺 长相与帅气且有男肉味 还曾是长泽雅美的男朋友 由此可见呢他不管是人格魅力还是外形魅力 都是相当的吸引人的 黑子良平和林志玲姐姐啊站在一起 可谓是男才女貌相当的般配了 据悉林志玲和黑子良平两人已经相识了八年 熬过了七年之痒还能够真爱彼此 并且选择共度余生两个人一定是真爱了 两个的婚礼现场林志玲是累洒当场 感谢黑子良平让她拥有了接受爱情的勇气 可见志玲姐姐是真的幸福 这位黑子良平姐夫呢81年生 比志玲姐姐小了整整七岁 不得不感叹志玲姐姐保养的是真好 黑子良平是日本男团XL的成员 既是舞者也是演员 俩而已相识八年 因合作舞台剧赤壁爱结缘 虽然这位姐夫颜值和身高方面 与志玲姐姐还算般配 但是财力方面呢却稍显不足了 据日本媒体报道 黑子良平的年收入在400万人民币左右 而林志玲收入已经达到了4400万人民币 是姐夫的十倍 所以看来志玲姐姐是嫁给爱情了 俩人在林志玲的老家台南 举行了一场温馨的婚礼 俩人家婚礼办在了台南 是因为啊 林志玲的父母就是在这里举行了婚礼 也算是一种爱的延续吧 俩人的婚礼呢 一共进行了12个小时 全程直播 大方与粉丝的分享自己的幸福时刻 婚礼分别在三个地点举行仪式 婚宴和派对 志玲姐姐也是换了包括主婚纱 在内的五套礼服 不愧是女神 每一套都是美得令人窒息啊 在无姓大宗祠举行的婚礼仪式 志玲姐姐呢 身穿鱼尾款式的婚纱 既凸显了好身材 又显得十分优雅 这款婚纱也是品牌方 为志玲姐姐量身定做的 在南美馆举办婚宴之时 志玲姐姐一共换了三套礼服 第一套呢 是一件肉粉色纱裙 既甜美又妩媚 第二套是一件水粉色中式礼服 十分温婉 第三套则是一件淡蓝色 羽毛款的亮片纱裙 优雅大气 在精英酒店举办拍队时 志玲姐姐又换上了一条性感的亮片 流苏吊带裙 大秀好身材 整场婚礼的花费 大多由品牌商赞助 所以啊 小两口次费部分呢 也就仅仅83万元的人民币 对于明星来说 已经是非常节俭了 婚礼虽节俭 但也很用心 志玲姐姐的婚戒 是由老公亲自设计的 婚礼的喜帖和婚宴的菜单 都是按照传统习俗 由志玲姐姐的爸爸签笔写的 两人的婚车呢 全球只有三辆 更是英国女王伊丽莎拜二世 等级25周年用车 低调又奢华了 志玲姐姐更是邀请自己的好友 蔡康永来担任自己的婚礼主持 友谊满分 还邀请了部分圈内的好友 当然也包括了和林志玲相爱相杀的好姐妹小S 在配队上呢 小S更是气氛担当 与蔡康永搭档上演着婚礼版康熙来了 还与林志玲大跳热舞 黑泽良品也是没有能逃过小S的魔爪 被吃豆腐 小S怕自己的奔放会吓到黑泽良品 让林志玲提她解释 自己只是在活跃气氛 没想到黑泽良品暖心的回了一句 人生不要做这么辛苦的事 想必这句话一定是戳进了小S的内心 志玲姐姐一直是以高情商著称 而她的老公黑泽良品也是个情商了得的人 信口说来都是金句 大家对她说加油的时候 她却说爱是不用加油的 当好友起后让她少喝酒努力造人 她却说自己有小孩了就是志玲啊 每时每刻都在洒糖 还称志玲是最棒的 自己绝对会让她幸福满满的感动 与其说情商高 不如说她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对志玲的宠溺应该都是源于爱吧 只有爱你才愿意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 宠着你 只有爱你才会愿意和你步入婚姻的殿堂 将余生交给你 这或许啊就是国民女神志玲姐姐 嫁给她的原因吧 黑泽良品呢一定是一个 会把她放在第一位 欣赏她 理解她 爱她的男人吧 这就是嫁给爱情的不一样吧 好的婚姻呢会使女人拥有更加完整的灵魂 会让她退下所有的盔甲 被自己的小家庭所保护着 如现在的林志玲 不好的婚姻呢会侵犯着女人的灵魂 在她一步一步妥协的同时呢 还是要故作坚强 拼命的守护着自己的小家庭 或许如小S 小S与老公许雅君已经结婚14年 有三个女儿 这14年的婚姻里啊 小S老公多次被拍到去夜店 更是多次的传出小S被家暴 每次有类似新闻传出 也总是小S站出来澄清 她总是以她擅长的风格 开玩笑 告诉大家她很幸福 在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更何况啊是故作坚强的人呢 酒总是会将心酸和委屈放大 让人变得感性 醉酒后的小S总是会哭着发微博 表达一些内心的真情实感 或关于家人或关于自己 酒后会哭的人呢 都是清醒时守着委屈装强大的人吧 婚姻这件事情 终究啊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到底幸不幸福 也只有小S自己才清楚了 但我们到底还是希望 她是一个被幸福 被家庭保护的女人 希望她能够像给别人带来的快乐 那样快乐 婚姻最终都会归于柴米油盐的平淡 所以她应该啊 以美好的爱情开始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会在平凡的岁月里 因为身边这个人而拥有期待 祝要每一个你都可以拥有余生的期待 和理上林志玲念结婚誓词 我们认识了八年 这一切呢都是命运的安排 谢谢你让我有勇气去接受爱情 让我们走在一起 谢谢你 让我相信爱情 我们很晚才走在一起 余生啊 还有很多好光景 余生还需要你多照顾 感人又温馨 真挚的言语 感恩的爱意 让我们感叹 那个曾经的大龄女神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或许这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 其实呢 两个人的婚姻啊 起初并不被大家看好 日本国籍 南方的名气和颜值都不如林志玲 让网友觉得女神下架了 但是林志玲等了这么久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王子 在44岁的年纪 把自己交给了那个心中最爱的人 大多数网友呢 还是抱着祝福的态度 连前男友严成旭啊 都祝福幸福了 林志玲一直是强调 黑泽良平是一个很温柔 很绅士的人 婚礼上黑泽良平确实很暖心 把林志玲宠成了小公主 她坦言爱不需要加油 还说自己已经有孩子了 就是志玲 让林志玲啊 数度感动落泪 也让网友对她的印象大大改观 好感直线上升 之前的林志玲的情路如此的坎坷 语言程序的分分合合 也是让人唏嘘 现在呢 也是苦尖干来了 林志玲终于遇到了生命中最对的人 她等了这么久 很多人都说她要孤独终老了 但她一直怀抱期望 可能每个人都曾期待过爱情 成为自己生活中的梦想 但是只有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魔力后 我们才能逐渐懂得成全自己的方式 林志玲曾说 好的婚姻当然有 大家呢 之所以会失望 只是她们的期待太高而已 她的婚姻告诉我们了 晚点遇见你 余生都是你 不必着急 先成为更好的自己 终有一天呢 当那个人来到你身边时 你们三餐四季 被酒墨金春睡中 赌书萧德 泼茶香 祝福志玲和黑泽 我看你不过来的 我看你那边